《混年时间》 毕加索的自画像 这幅作品创作于1901年底 当时他到巴黎整整一年的时间 1900年到1903年时 毕加索比较郁闷的一段时期 在这段人生低潮中 他的作品大部分以蓝色为基调 当时蓝色成为他的最爱 不仅衣着 甚至连思考事物和观察外界都是蓝色的 以后的艺术史家 统称他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为蓝色时期 话说毕加索是西班牙人 1900年10月 他离开巴塞罗那 怀着对艺术之都的美好憧憬 登上了开晚巴黎的火车 他一生给自己画了十多幅自画像 最早的15岁 最晚的90岁 我们今天欣赏的这一幅是他20岁时期的模样 目前保存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